中东新闻 我是孙嘉玲 好那先跟大家说一声中秋节愉快 然后如果有当老师的听众呢 也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那很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呢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这附近邻居呢 这个放鞭炮庆祝的这个生意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这个礼拜的更新就晚了大概一两天哦 因为要找一个比较不受干扰的录音时间 其实比较不容易 对那所以就是现在才这个录音然后上传哦 好那这个礼拜要跟大家介绍的中东新闻呢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呢就还是延续上个礼拜的 纳卡地区的局势 那第二个呢是土耳其跟美国 针对瑞典加入北约这些事情呢 有一些这个互动 好那第三个呢是这个沙烏地跟以色列 他们有一些政府部长的一些交流 那这件事情呢 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会被外界解读说是不是沙烏地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前奏 那其实各方也在猜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呢是土耳其这边他跟这个亚塞拜然的领导人 就是两国领导人会晤 那讨论纳卡地区的这个核心议题 好那这是在9月25日的时候 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呢 他就访问了亚塞拜然的非帝纳西切万 好那这个亚塞拜然呢 我们上礼拜说过他其实他的发音比较接近阿塞拜然 那所以呢这个大陆这边他的翻译的方式是阿塞拜疆 那台湾这边呢主要是从英文就翻过来 那所以叫做亚塞拜然这样 好那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呢 他在亚塞拜然这边跟他的总统阿利耶夫举行会晤 那根据这个土耳其总统府的声明是说呢 纳卡地区的最新进展会是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核心议题 那另外埃尔多安还会出席 纳西切万的军事设施的落成典礼 然后呢这个因为土耳其他有天然气管 通过这个亚塞拜然到欧洲去 那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埃尔多安来这里也出席了天然气管道的奠基仪式 那这个管道呢是从土耳其的边境城镇伊迪尔 然后他通往纳西切万这里哦 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个管道呢 他被认为说他其实可以降低纳西切万地区对伊朗天然气的依赖程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再回顾一下纳卡地区的问题哦 纳卡地区这边呢上礼拜也有介绍到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刚好又是他们经历这个2020年冲突升级之后呢 又再一次的这个交火 那2020年那个时候纳卡冲突升级后呢 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两个国家在俄罗斯的斡旋下停火 那俄罗斯的维和部队呢就进来这里 然后就是说希望冻结现状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亚美尼亚他这边可能对俄罗斯有一些指责 可是呢就是在我看来他这个有一点太无力取闹 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去2020年那个时候 俄罗斯的维和部队进来的话 他其实主要是利好谁 其实主要是利好被打的亚美尼亚哦 因为亚美尼亚呢他本身就是因为打不过亚塞拜然 才会导致这边可能他的控制权要在溢主的问题嘛 那但是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维和部队进来 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冻结的现状 也就是他希望亚塞拜然不要真的把事情就是一步推到底哦 那所以其实亚美尼亚他如果他有点 很有点良心他应该要要要感在这件事情上啦 在这件事情上他应该要感谢俄罗斯有来 维和不然现在的这件事情他其实就会在2020年的时候发生 然后俄罗斯就是让他拖了这个大概在两年 然后但是他还是拖不过第三年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概念哦对但是总之亚美尼亚呢我们上礼拜也介绍到 就是他的名义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他的领导人帕西尼亚的现在的做法就有点像是甩锅俄罗斯 就是他希望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外界认为说 亚美尼亚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有任何的错误决策跟误判哦 对那这就是亚美尼亚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这样 好那就是呢现在这一次的冲突主要是在呃9月19日 今年的9月19日的时候呃亚赛拜然他就宣布 在纳卡地区启动反恐行动 然后呢说要解除亚美尼亚军队的武装 并确保呃亚美尼亚武装从亚赛拜然的领土上撤出 然后随后呢就开始说我们要针对亚美尼亚的军事基础设施 进行打击来恢复亚赛拜然的宪法秩序 那土耳其方面呢其实我们上次也有说到 亚赛拜然他本身他是南高加索这个地方三个国家 亚美尼亚亚赛拜然乔治亚里面呢 他是唯一一个突厥语族的国家 就是他跟土耳其呢在种族跟所用的语言上是最是很接近的一个这个国家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呢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非常的支持亚赛拜然 当然这不一定是完全是出自所谓的民族情感 就是对土耳其来说他更多还是国家利益的考量 我们可以看土耳其跟俄罗斯 他们其实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呢 有一些这个比较亲密的互动 但是其实这两个国家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地缘上的竞争关系 他首先第一个最犬牙交错 最严重的应该就是黑海这里 黑海这里呢这个土耳其跟俄罗斯基本上就是很怕 对方会在这里压倒自己哦 所以黑海这边算是两国最不能出让利益的地方 那当然如果两国一旦谈成了 他们就可以一起进行某一些事情 例如之前讲到的黑海运粮计划嘛 就基本上他就是土耳其跟俄罗斯达到一定的默契 然后他们就说嘿那我们来做这件事情这样 好那除了黑海之外呢 第二个板块就是在高加索这里哦 那高加索这里呢 其实土耳其他为什么要来支持亚赛拜然 他很大的理由呢 他是希望说增加自己在南高加索地区的话语权 因为这边以前就是在苏联时代呢 是俄罗斯这边比较势大 当然那时候俄罗斯是苏联哦 也就是说是莫斯科这边比较 他的影响力比较大 那土耳其这边的这个所谓的安卡拉核心就就在这边比较没有话语权哦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他进到了一个后苏联时代 那后苏联时代呢像高加索这种地方 你很明显可以看到他出现了一定的这种权力结构调整的的一个阵痛期也好 然后一个摩擦期一个转型期也好 就基本上土耳其他很明显是希望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地缘支点 所以他利用了纳卡冲突呢来展现出他对亚赛拜然的支持 其实也是希望强化跟亚赛拜然的关系哦 好那这个呃后来这件就是9月19号开始的这个冲突呢 最后是怎么样呃在结束的 就是在亚赛拜然政府跟纳卡地区的这个当局 他们在俄罗斯的斡旋下就还是达成了停火协议 好那纳卡地区这个当局呢 他基本上是没有被国际承认的 他的名字叫阿尔扎贺共和国阿尔扎贺共和国 那基本上呢就是说呃这个这种形式的存在 他其实在所谓的呃前苏联地区也是有点常见 尤其是在前苏联一些比较有领土争议的地区 就你会发现有一些小地方他叫什么什么共和国 但是其实这个什么什么共和国 他主要是依附他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母国来存在 也就是说他是做一个附庸的形式 然后存在于他母国目前没有办法 呃就是说在明目上把他并入的一个这样的形式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呢来稍微的冻结一下前苏联地区的冲突 就基本上是呃会有这种呃途径哦 好那这个呃根据新闻报导的这个亚美尼亚的这个总理帕西尼扬呢 跟亚赛拜然的总统阿利耶夫会在10月5号 在西班牙南部的城市格拉纳达举行会谈 那这个会谈呢其实德国的总理朔尔茨 还有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也都将出席会谈 那很明显的就是说可能两方的领导人 最终还是要借有面对面的方式来让这件事情尘埃落定 当然现在看起来已经差不多是实质上是尘埃落定了啦 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斡旋停火之后 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这个地方 他亚美尼亚恐怕未来没有办法再保有他实质的控制统治的权利 那这边的其实根据新闻报导呢 很多的呃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也已经就是准备要离开这边 然后回亚美尼亚去了呃那其实根据亚美尼亚这边最新的数据哦 这个纳卡地区有四分之三的亚美尼亚族人已经从这个地方离开 然后他们要去哪里呢 他们要去他们的母国亚美尼亚这里 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边属于亚赛拜然 这件事恐怕已经是没有办法推翻的一个继承事实哦 那联合国这边也有有所介入了 就是说他主要是在人道方面的介入 联合国是表示说呢 呃他已经跟亚赛拜然方面达成了协议 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特派团会前往纳卡地区 来满足当地民众的人道需求 好那这个呃亚美尼亚这边当然他还是要去讲一些 比较比较比较捍卫自己政府立场的说法哦 他是说呢呃这个十二万的亚美尼亚族人是住在纳卡 可是呢可是呢因为亚赛拜然在这边实施种族清洗 所以呢多数的亚美尼亚人就是选择离开 然后未来呢就不会有亚美尼亚人在纳卡地区居住了 那当然这个呃我自己认为 这两边的人啊就是亚美尼亚跟亚赛拜然 他们当然有很蛮蛮大的这个种族的仇恨 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亚美尼亚他现在真的是 他的政治就是就是说他必须要会会迫使 这个他的领导人一定要把自己从这件事情上完全的这个免除责任 然后要去说这个都是亚赛拜然的错 他们是侵略者 所以他会再去用种族清洗这样的话来说这个亚赛拜然 然后他会去说未来这边不会有亚美尼亚人住 但其实这个想也知道这个是是不太可能 就是说有的人他为什么住在这边不住所谓的母国亚美尼亚 就因为他在那边没有可能没有亲族没有容身之地嘛 那所以就是说未来假设这边变成亚赛拜然 是不是还会有亚美尼亚人住在这里 这铁定是会有就是他不不可能会变成零哦 就是这边以前他本来就是我们上次讲过了 就是一下子是亚美尼亚一下子是亚赛拜然 那当然每次的义主一定都会伴随着比较大的这个迁徙的这个浪潮 但是就算有比较大的迁徙浪潮 这边必然还是会有跟统治者他不同的这种族裔的人 他其实都会住在这里 就是原因没有其他就是因为搬不走 那所以就是基本上虽然这个帕西尼亚这边 把未来的纳卡讲得很悲惨 然后就是说这边已经不再是亚美尼亚人的应许之地 但是呢就是说你其实从常常试判断 这边未来还是会住一些些的亚美尼亚人 当然他的人数一定是会比一主钱呢 其实是少非常多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好那亚赛拜然方面呢 他就是表示说 他一定会把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呢 当作平等的公民来接纳 那么这个阿利耶夫也表示说 其实亚赛拜然国内有许多因为纳卡冲突而流离失所的民众 正在等待重返家园 那预计今年年底呢 就会有5500人返回纳卡地区 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亚赛拜然人 就以前住在纳卡的大部分的亚赛拜然人 其实他是因为这个冲突就离开了 那现在呢 因为这边又回来了 所以他们未来应该就会再搬进来哦 好那之前前面讲到的这个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特派团 他基本上是这个礼拜要来纳卡这里 那联合国的秘书长发言人杜嘉里克 他是说这是联合国特派团 近30年来这个首付纳卡 就是第一次来到纳卡 然后他说之前为什么都没有来呢 他是说 因为这里这个非常复杂跟微妙的地缘局势 导致呢 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特派团 他大概有30年的时间 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地区 所以可以知道哦 因为之前纳卡这边还是被视作是 前苏联地区的冲突 那基本上这个冲突呢 西方其实是比较 比较是没有话语权 或是说也比较没有意愿 就是来介入这样子 因为可能还是俄罗斯比较独大的状态 那但现在呢 就很明显这个联合国 他也想要就是说 进来这边是不是看看 有一些这个话语权可以展示 当然这个我们上礼拜也有讲到 基本上他们除了做这个事情之外 他没有办法做其他比较比较实质的问题 就是说你涉及一些军事啊 一些一些靠实力说话的问题呢 这个这边哦 就是高加索地区还是俄罗斯说了算 那当然可能土耳其 土耳其可以在背后帮亚赛拜然做一些支持 可是呢就是说这边要有主导的话语权的角色就其实还是俄罗斯这样子哦 好那呃呃 其实关于纳卡最后的结局呢 那这个呃 这边的这个当局也已经宣布了 他们会在2020年1月4日起呢 就终止存在 也就是说纳卡这边基本上明年开始 他就不会再有一个阿尔扎赫共和国这样的名称 他基本上就是会属于这个亚赛拜然 他来统治他来这个管理这样子 好那这是纳卡这边的一个最新发展 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的是 土耳其跟美国的这个外交互动 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2022年这个土耳其 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以来呢 其实呢他就遭到了两个国家的这个阻挡 第一个是土耳其 第二个是匈牙利 那所以呢这个瑞典他一直到现在 就是芬兰已经进来了 可是瑞典他一直还被卡在外面 没有办法进来 那这个爱尔多安呢 他当然他一直讲的理由都是说什么 这个库德族啊这个恐怖攻击啊 然后你们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要引渡什么人过来 但其实这些都是虚的哦 就是说这个只是他 搬到台面上来讲的东西 其实爱尔多安他要的东西 也主要不是跟瑞典要 他之所以卡瑞典 他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希望可以跟美国来勒索 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地缘的筹码这样子 总之呢就是 北约成员国这个身份呢 给土耳其蛮大的一个 外交上可以喊价的空间哦 好那爱尔多安他是这样 他是在9月26日的时候 他就接受了采访 然后呢他就说 哎我们的外长费丹 他已经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在纽约讨论了瑞典加入 北约的相关事宜 然后爱尔多安就表示说呢 如果美国总统拜登信守承诺 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的 这个F16战机 就是呢开门这样 就是说不要再不给土耳其F16战机 就是这件事情哦 这件事是土耳其很care的 那么如果美国做到 土耳其呢也会信守承诺 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那当然爱尔多安也另外强调说 哎那但是土耳其是否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这件事情呢 最终会有土耳其的议会 来决定 那其实这个 为什么爱尔多安 他会 讲这件事情呢 其实 因为在这之前爱尔多安他有透露说 拜登呢在G20的这个峰会期间的一次谈话中呢 就向他表示说 美国可以向土耳其出售40架的F16战机 跟80套现有的战斗机升级包 但是呢 条件是 土耳其需要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那爱尔多安就表示说 哦拜登你把这两件事情挂钩 这个让土耳其非常的失望啊 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好像 拜登是说 那个你不让他加入北约 我就要卡你F16 然后我就 不卖给你 但其实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爱尔多安好像话讲反了 就是他今天为什么要卡瑞典 不就是他要美国不要卡他F16啊 就是爱尔多安其实要的就是说 呃 我今天 就是用瑞典这件事情跟你喊价 然后你本来不卖我的F16 你要卖我 所以其实 爱尔多安他是 他是故意把话讲反了 其实他的目的一开始就是 F16这个东西 好那 这个呃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瑞典他加入北约的这个 坎坷的过程 就是他其实是 这个呃 在去年 俄乌战争之后呢 基本上他跟芬兰就 有了一个 可以加入北约的这个 呃 算是由头吧 就是说这两国家其实 一直以来都想跟北约有比较深的这个进展 但是呢 他们一直以来的既定政策都是 嗯 就是比较有点中立的倾向 就是不希望在 呃 旧的这种 美苏冷战的这种氛围下 那就是说 再再去导向北约这里 就他们 比较期待的是 我跟北约有一些军事的互动 但我不正式加入这样 那但是呢 俄乌战争开始之后 基本上这两个国家 他们加入北约的这一派 就得到了很大的话语权 那所以基本上从去年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芬兰跟瑞典就很积极的 就是开始提出申请 那么当然这个土耳其呢 他就这个呃 一夫当官的就挡在那边哦 那当然匈牙利也有 但是匈牙利比较没有像 土耳其挡的 挡的这么夸张 就是匈牙利 我觉得他是这样 他有 他也是想要要价 可是他不敢像土耳其这么 夸张的 就是直接赤裸裸的 就是挡在那边 我觉得匈牙利 他有点像是在搭 土耳其的 的便车 就是土耳其在前面 已经扮了一个黑脸 然后匈牙利 有点挂靠土耳其 然后呢 就两个一起 就是卡在这边 要挡这个 芬兰跟瑞典 那当然后来 芬兰先进来 这个我个人会觉得说 是因为像土耳其啊 他要展示说 这是我的诚意 我可以先让芬兰进来 但是你如果要让瑞典 一起进来 那你必须 势必要答应我 这个一些事情 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呢 瑞典基本上 他就是比较倒霉 就是说他在这个 土耳其跟西方的 北约成员国的 一个要价 一个互动中 他是被牺牲的 然后芬兰 他是运气比较好 就是他是被认为说 来展现成义用的 好 那这个 其实在今年的七月 有一个北约峰会嘛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 艾尔多安他就已经说 他同意尽快把瑞典 加入北约的议定书 提交至土耳其的议会 那其实呢 这个那个时候啊 美国的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就已经有表示说 美国会在跟国会协商后呢 着手向土耳其转交 F16战斗机 但是这个 土耳其之后就表示说 因为我们的议会 在暑期修会 所以这个 对瑞典加入北约 申请的审议呢 会被推到十月 那这个动作 他显然 你不可能修会三个月嘛 然后你都什么会都不开 这个什么东西 所以他这个显然 又是一个土耳其方面的 一个教牌的方式嘛 那所以现在有消息 就显示说什么 这个土耳其 美国已经向土耳其施压 然后要求他一定要 赶快处理瑞典 加入北约的事情 这样子 那所以接下来应该 基本上就还是要看 美国这边能给 土耳其多大的好处 然后来说服他 赶快让瑞典 可以加入北约大家庭 那匈牙利方面呢 他也是就是 反正他就是挂靠着土耳其 说我们不急于 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然后呢 在这个9月25日的时候 然后这个匈牙利的这个国会呢 他的秋季会议就开幕了 那匈牙利的总理呢 欧尔班 他就在当天呢 在国会上表示说 我们觉得目前没有任何紧急的事件 可以迫使匈牙利必须批准瑞典 加入北约 那所以就基本上 他可能也是就是说 想要跟西方要一些东西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匈牙利 他在欧盟内部 他一向是有一点 你知道是被嘲笑 而且被认为说是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就是他会被说什么 民主倒退啊 然后人权是欧盟最低啊 就这样的话 那其实这个角色在战前 本来是哪一个国家也一起呢 就是我们的波兰 但是呢 波兰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他呢 没有人说他什么 民主倒退 没有人说他人权很差 因为他就是现在禁止这个 在用很严格的法律 禁止妇女堕胎 那就除非一些很极端的情况 然后所以基本上引起了这个 他内部很大的 这个示威的浪潮吧 但是因为他们现在 他们的政府要去取悦一下天主教保守势力 所以基本上 这个法暂时是不会动啊 就是不会再去修改 那那个时候就有一堆人在骂他说 哇你怎么这么夸张 这个人权倒退成这个地步 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在说呢 因为他就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呢 他就是展现出了 这个他是非常挺乌克兰的一个国家 然后他站在了一个正义的前线 那一堆军火都从他这边输入乌克兰 那还有呢 就是包括说这个 他收容很多乌克兰的难民嘛 那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 就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的 波兰的这些表现 那就让他成功的站上了一个 算是道德的高地哦 那所以现在就没有人去批评他 有这些缺点 但是呢 这个匈牙利他基本上 他就是到现在都还是被贴着这些表现 所以他如果经由瑞典这件事情 他要跟可能跟欧盟啊 在要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想象 那就是最后其实就是像土耳其 就是西方国家你要用什么样的东西去说服他们 就是在这个一夫当官的路上呢 就同意你们 放瑞典进来 那当然匈牙利这边他的执政党清明盟呢 他就是在国会的党团领导人 就是柯奇史马太 他其实也说了类似的话 就是说基本上匈牙利国会 在今年秋季会议上 就瑞典加入北约进行投票的可能性 非常低哦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他主要就是像前面讲 他就是看看土耳其怎么动 因为土耳其算是反的最高调 假设啦 就假设只要土耳其真的议会上过了 匈牙利我觉得他也撑不了多久 他现在就是 就是跟着土耳其一起胡闹 就是大概是类似一个 算是一个一个比较那个孩子王 然后带着他的小跟班的一个概念 然后孩子王是土耳其 小跟班是匈牙利 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第三个新闻哦 第三个新闻是以色列的旅游部长 他首次访问沙乌地 然后接下来呢 他会参加联合国的世界旅游组织会议 这样子哦 那这是在9月26号的时候 以色列的旅游部长卡茨呢 他就率代表团前往沙乌地 然后参加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会议 然后这一次的访问呢 是以色列的政府部长 首次访问沙乌地 那这个会议呢 就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会议 它总共有两天 那么根据以色列旅游部的声明 卡茨呢 他会在会议期间 跟中东地区的同行进行交流 那卡茨本人也表示 旅游业是国家之间的桥梁 在旅游问题上的合作呢 具有凝聚人心 跟促进经济繁荣的潜力 那我会努力创造合作机会 来促进以色列对外关系的发展 其实在这之前呢 以色列官员有组成一个代表团 在这个9月11号的时候 他在沙乌地这里出席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 那其实这一次呢 他也是以色列的官方代表团 首次到沙乌地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哦 就是最近以色列跟沙乌地的一些官方的互动 就突然密切起来了 从9月11号的这个代表团 到9月26号的这个以色列部长 他本身亲自来这个沙乌地这里哦 那基本上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 算是一个解冻的进行 就是说以色列他本身 他显然非常希望 就是除了跟其他的这个中东国家 其他阿拉伯国家达成关系正常化之外呢 他显然非常想要攻克沙乌地这一块 就是当然是看上了沙乌地在整个海湾地区 整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性 那推动这件事情呢 当然就还是是美国这边比较 比较这个积极哦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他在近年来 他一直积极要去斡旋 这个沙乌地跟以色列的关系 要实现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其实在这个 最近哦 他在纽约不是有一个联合国大会吗 那在这个大会上 其实这个拜登他就跟以色列的总理 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晤 那在这个会晤中 沙乌地跟以色列的关系 就是一个关键的议题 那但是啦 就是说根据美国这边的官员 他们会后有透露说 这个沙乙关系的正常化 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是说所有相关领导人呢 都必须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选择 才有可能达成协议哦 那其实在这个 美国跟以色列领导人 会晤不久后呢 这个沙乌地他的 现在实质的掌权人 就是沙乌地的王厨兼首相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呢 他也是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说 沙乙关系呢 已经逐步接近正常化 但是呢 巴勒斯坦问题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阿拉伯国家都已经跟以色列 有实质的互动 却没有办法 就是一步走到 关系正常化的这个阶段 就是说为什么跨到这个阶段 他通常会是需要想一下的 就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 就是横在那一边哦 所以一开始 第一个国家是埃及嘛 就埃及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其实他那时候踏这一步就已经被整个阿拉伯世界骂惨 但是埃及他也有他的本钱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埃及他以前是整个阿拉伯世界 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潮下呢 反以色列反最强的国家 然后是整个冲在整个对以色列的战争中 是冲在前线的国家 那所以他要去突然转变他的风向 去跟以色列建交呢 这个当然大家会骂死 说你背叛了整个阿拉伯民族主义 背叛了巴勒斯坦 可是他的本钱就是说 我已经为巴勒斯坦死了那么多人 我的国家 我的经济建设都赔上去了 那请问我还 我到底还要做什么 对吗 所以其实就是巴勒斯坦问题 他本身是一个 他很有道德理想 可是他在现实上 就是已经尝试了六七十年 但是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 其实是比较最初的 大家希望的两国的这种方案 然后是一个比较有和平的状态的一个 的一个一个 大家比较理想的结果 那所以基本上巴勒斯坦问题 他在一定的程度上 他其实已经有一点 被整个阿拉伯世界给这个抛弃了 就是在我看来 但是当然就是说 也不是完全抛弃嘛 因为如果完全抛弃 基本上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跟以色列建交了 就是 就是已经都跨出那一步 都把遮羞布都撕掉了 但是呢 就是说 一直到现在都 不是那么轻易能跟以色列建交 但是有实质的互动 其实主要就还是 看在巴勒斯坦问题的这个 这个这个争议的这个程度 那所以呢 就基本上 美国能不能够在 2024拜登大选前 就促成沙乌蒂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这个其实 嗯 还要再观察 但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东西如果促成 拜登他一定会把他这个宣传成是自己的外交政绩 那其实对于他2024的大选 是会有注意的 好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之后可以再继续跟进跟观察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 我们下礼拜见